最近有一部非常特色的新電影 就是向動作設計和動作演員致敬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可以跟三位主演聊天 我們歡迎蚊蚊龍、董瑋 還有劉淨兄弟,你好,三位 你好… 三位,可否也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簡介一下這次的角色是怎樣的 首先,我的角色叫龍仔 他是一個很有熱誠的武士 但這代的武士,言下之意是什麼呢 他不可以單靠做武行的衛生 這樣就邁後到一個叫做過了氣的動作指導 就是Dee哥適戀 我是一個食古不化 故步自封,小小自私 就是為了自己的一些理念 可以忽略他人的安全或人 認識了一個年輕人之後 令他知道這個世界變了 可以有一些新的方法 去達到一些同樣的效果 好,Philip,你呢? 我演一個武打巨星叫阿威 跟真正說 真的好 高興 你這樣… 你叫狗哥 不好意思 其實這是我的笑容 無論如何,我跟他們的關係是甚麼呢 我的角色就是跟董師傅演的角色出身 我是他的徒弟 我現在的角色的成就 會令到阿謙的角色,阿龍仔 都會很仰慕我 我跟董師傅演的角色 對拍動作的要求和方法有一點點分別 我想這部電影某程度上有一個話點 就是兩個不同的拍攝的風格 如何去有一點點磨擦 是,沒錯 這部電影都會很突顯到 新舊世代他們在處理不同的事上 的方法會很不同 有哪一場戲是你們自己 你自己在現場的感受很深 戲裡面的故事是他的角色 拿電影來做比喻 其實是一些年輕人對他自己想做的事 他自己喜歡的事 他自己相信的事,他會堅持 甚至乎要捱麵包 甚至乎家裡會有些… 因為你等工作多一個去工作的日子 他都會堅持 在現實的行業裡面 我的而確看到現在香港的電影 還有一群年輕人對於這方面的堅持 這反而是比我自己的感受更多 阿謙和Philip 你們會否也有這段時期 我入行差不多二十多年 我已經經歷了十多年了 已經在大陣營 我想說真的 其實我想我跟兩位導演的經歷有點相似 他們兩個入舞行 其實我們也是比80年代、90年代的 香港功夫電影、動作電影影影響我們 令我們想入行 不過回來香港的時候就發覺 跟80年代、90年代出品的數量 好像差一點 可能會缺乏一些工作 以及去爭取經驗的機會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好處、不好處 不僅是我 我跟同輩的舞師、動作醫員 都很努力去做這件事 感謝主, 到今天都得到一點點成就 我很感恩, 自己沒有試過窮到 捱麵包那些東西 但很多困難是 我想理想與現實之間 我是劇場出身 是 在一個很小的世界 大家做一些很認為很藝術的事 跳到電視、電影世界 開始面對大眾 有些東西不只是自己喜歡 有些東西可能需要權衡商業 比較商業、大眾化 很多這些位置 有時候自己也會有困難 有些東西是否自己喜歡 或者是否我只做別人喜歡的東西 接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也沒有說什麼是不接、不演 其實我反而喜歡打破建立的東西 通常可能大家對我做這麼好的角色 很熟悉 是 我喜歡解鎖它 是 特別是這套… 之前也有跟導演去談 我覺得龍仔的角色很熱血 是… 但我覺得它有點脆 我就說不如令到他頭髮 或者穿一些衣服 是好像那些很傻直 但很喜歡的東西的那些人 這樣又可以解鎖了所謂 順一建立一個很型的形象 是 我就不想讓別人覺得 劉俊謙一定是那種形象 以前港產片的動作 很多都真的薄盡地去做 這個也要問一問董師傅 你自己和戲裡面的角色 最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戲裡面的角色可能會想著 一些純動作的出發點 是 的確當時的年代 我們說看動作片的人 大部分是咬借幫 是那些人喜歡看刺激的東西 是 我們會想一些 純粹是一些觀能刺激的動作 會多一些 是 現在相反就是 如果導演告訴我 阿謙仔這部電影 我們希望支持者覺得他痛 痛是可能來自畫面的視覺神經刺激 但也要在那場動作中加一些張力 所以現在我們會主張用動作設計的名字 要做多個動作之道 你希望他想一些東西令到別人 觀眾也想到他的表演 他比較容易去做那個動作 因為他搭完之後 他也要繼續演戲 不只是搭 不然就沒事了 是吧 有時要做一個高難度動作 或者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動作 你如何拿捏他有沒有危險性 我來說 我現在想得出來的事 我自己做得到 是 如果我自己也沒有把握的話 我不會… 我試過我自己積長 那麼長頭髮剪頭髮做替身的 是 是 我當時頭髮都那麼長 但是自己也沒有把握 自己也要估計的時候 你怎可以叫人搏 Philip 你應該是橫跨了兩個時代 你自己是否也累積了很多這方面的智慧 那就不敢當了 不過就怎樣說呢 我入行的時候就是舊式的做法 開始慢慢轉變在身上 今時今日很多時候 我可以說差不多100%的時間 都要…無論你的資源多少都好 你都要做一個前度出來 即是跟導演溝通完 說了之後 我們有這樣的方向 然後拍一段片出來 模仿拍攝的環境等等 香港電影的特色 其實是他們的靈活性 他們怎樣執拭 當然經驗沒有, 董師傅那麼多 都在外國拍過 他們的方法就是怎樣 就是他們一定要所有事 預早就談好了 可能我拍一分鐘的片 也要開一個月的會 最好我覺得兩個方法去混合 我就會一個比較適合的方法 去處理電影 是, 那時候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一定要熬得、罵得 我現在也在經濟 你現在是制作人 是不是? 會的, 會的…會被人罵 我很多時候會被人借罵 我可能在現場做武行 旁邊的是一個比較有名的演員 他很喜歡在現場聊天 不會罵他的 是 他會說, 尹龍, 誰教你在現場聊天 是, 不好意思, 我錯了 會有這種事發生 不過這些小事 不過我覺得要看看指導的出發點 董師傅說自己經常很兇 其實他不是, 他很認真 董師傅所謂認真的狀態 是因為他顧及現場的安全 所有人的安全 還有拍出來的效果 是不是董師傅試過幫你解圍? 我每個訪問都說了, 他快打死我了 董師傅很謙虛 其實我覺得董師傅 是我所謂最尊重的前輩 在醫學裡面 我勸了二十多年 我認識無數的前輩 為何這麼說 他是包容和幫助了很多後輩 包括我 可能在現場有一次我被人欺負 關於酒店的事件, 其實很小事 我記得在爭辯 我不一定不夠劇組爭辯 突然後面又出現了一個聲音 他說, 敏雄, 你住什麼酒店? 我給錢, 怎麼會欺負新人? 突然有人出來說這些話 其實我到今天 我自己達到某個位置也好 我也未必有膽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會牽涉到自己的位置 董師傅一看到他是老見不平的事 他就會出生 任何人都是新人 所有在場的工作人員 因為你要推動他 你按設你負責拍動作 你等於代行導演的職責 你要一群人, 總共動 你必須要對他們是一個很公平的對待 其中阿謙的一場 我們覺得很精彩 就是跟薛斯的昏迷 代送禮物給他那場戲 那場戲是否導演臨時嘉莉弄你 不是, 寫好了 早就有的 你拍的那場感覺是怎樣的? 我心服口服 有一個做新郎的 我覺得他很英俊 我心服口服 比你英俊 比我英俊 比我大, 比我大 比我年輕 比我年輕 但你演那場戲的時候 甚麼?哪裏比你年輕 過新郎 他哪裏比你年輕 你年輕 他呢 他呢 DBB, 他來剪掉他 剪掉的 最後一條問題 近年香港的電影 曾經有人說 由輕變到衰 之前九龍城街之遺色 又再上海 大家開始像現象級一樣 現在這個動作電影 這團火真的可以延續下去 我想火這件事 很難說出來 無論是演員, 動作設計, 動作導演 其實我們已經是相對上 涉及比較創作的後期才加入的人 是 最早期的人一定是投資者 已經不是我們可以討論的範圍 到底投資者 對香港動作電影最後沒有信心 是 其實九龍城街之遺城的成功 其實是一個第一步 你說那團火 其實我們做甚麼都不計較 到今天日子 你見我做甚麼, 我都會做 自然我能力的範圍 我一定會做出來 不過始終要靠觀眾進戲院看電影 讓投資者賺到錢 這樣才可以更多電影 當然他們回收賺到錢 好像他們全盡了 其實他們也會再投資 因為賺到錢 是 我們會繼續… 整個電影業興旺的話 我想對整個工業 或者對整個香港的觀眾 都是一件好事 好, 今天非常開心 跟三位聊天 亦希望觀眾可以透過這部電影 感受到你們鼓鼓熱誠 好, 謝謝 謝謝